在之前的剧情中 这部剧可以说非常的甜 各种笑梗不断不说 燕云芝和桑琪这一对也是笑料百出 两人从原本的不合道后面经历生死 相爱相知 燕云芝和桑琪这两位更是上演了一场地下恋 不过在新的剧情中 桑琪通过魔鬼训练 努力读书 终于成功地从国子剑毕业了 不仅如此 还获得了二甲十八名的成绩 赐尽是出身 桑琪的能有如此成就 自然少不了燕云芝开小灶 而在谢实验上 燕云芝当着诸多师生的面 揭开了和桑琪的关系 桑琪也默许了两人的关系 不过在预告中 这部剧的剧情却太虐了 炎炎的家超了 而桑琪的父亲为炎炎的父亲求情 结果也被抓了 这一点令人非常的猛 就算是求情也不可能触怒皇帝 惹出这样的事情了 更何况桑琪的父亲还是太尉 为高权重 这样的一个人物 就算是皇帝都得掂量掂量 这么可能因为求情而被抓呢 而更为气人的事情还在后面 桑琪去找卓文远 结果卓文远表示自己 可以救桑琪的父亲 而他提出的条件 就是要迎娶桑琪 之前的剧情中 燕云芝和卓文远一起向桑琪的父亲求婚 两人比武招亲 结果是燕云芝赢了 卓文远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如此卑劣 令人不耻 而看到这儿 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了 甜宠剧的套路 先甜后孽 孽心的部分要开始了 而且这孽心的部分 还是非常孽的 预告中 卓文远穿上新郎的婚服 允娶桑琪 而桑琪为了自己的父亲 只能委屈求全 燕云芝对此则无可奈何 虽然燕云芝乃是丞相之子 但是他的能量并没有办法救出太位 不过剧情来看 皇帝并不昏庸 极有可能是贵妃和卓文远控制了皇帝 携天子以令诸侯 原著中 卓文远可是成功地篡夺了皇位 追杀燕云芝等人 为了保住燕云芝等 桑琪也是被迫跟了卓文远 后来还成为了卓文远的女人 也就是电视剧虽然改编了 但是卓文远迎娶桑琪 这一段应该是没有改 而桑琪在原著中 成为了卓文远的后宫妃子 做了一年多 后来燕云芝联手桑琪的大伯 如此才成功地攻入皇宫之内 杀死了卓文远 电视剧改编 应该是没有卓文远篡位这一段了 接下来应该是燕云芝等人解救皇帝 所以说这部剧开灭了 卓文远得势 燕云芝对于卓文远迎娶桑琪无可奈何 令人唏嘘 希望这部剧后续剧情不会那么灭 头发那么多 货靖臣 为了折摆 你本人唏嘱勿 感谢 我帮文远不入 从你 词 还是 词 唷